火箭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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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言之就是电磁弹射装置与火箭炮的结合体,它的工作原理就是,通过电磁弹射装置,给装置内的火箭炮一个出速度,这种情况下发射的火箭炮较传统的,起飞行距离更远,打击范围更广,就如航母上,使用电磁弹射装置,给舰载机一个出速度,这样舰载机的起飞距离就会更短,起飞所消耗的燃料与能量就更少。 传统的火箭炮发射,是通过燃烧火箭炮内部的燃料,产生极大的推力,来推动火箭炮飞行,但是这种发射方式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,火箭炮还未发射时,其出速度位0,所处高度基本忽略不计,众所周知,要向炮弹打得更远,就必须提高炮弹的弹道高度,因此我们看到炮弹发射打击目标都是斜向上发射, 当炮弹飞出一定距离,飞至一定高度,然后在斜向下飞行打击目标,炮弹的整个飞行轨迹基本就是一个半椭圆形,这就意味着火箭炮燃料燃烧,给的推力,不仅要克服空气阻力,还得克服地心引力。 这样在燃料有限的情况下,就限制了火箭炮的射程,在火箭炮燃料博弈增加的基础上,电磁弹射装置,给火箭炮一个初始的速度,就能较好的降低因克服重力,而造成的燃料损耗。 火箭炮内的燃料,可以绝大部分用于炮弹的飞行,火箭炮的射程自然也就增大了,例如,美国AIM-120导弹从地面发射,其射程才30公里左右,而如果从空中发射,其射程可达80公里,这射程提升了一倍有余。 电磁弹射火箭炮的优点在于,一套电磁弹射,可适用于多种型号火箭炮,这只需根据打击目标距离的需要,调整电磁装置功率的大小,来控制给予火箭炮的初速度大小。 电磁弹射器能量的利用效率能够高达50%,其补技能大大提高武器投放效率,而且由于没有火药品,其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也大大提高。 电磁弹射火箭炮的缺点在于,首先在于功能问题,电磁弹射系统,需要稳定,较高的能源供应,否则就无法正常使用。 其次电磁弹射,装置启动时,以其被中心会生成一个强大的磁场,这可能会干扰周围电磁设备的正常使用。 不过,据有关消息,对于电磁弹射装置存在的短板,中国研究团队在相关技术方面已经取得突破。 未来专属我国陆军的火箭炮,将有更大更广的使用空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